我們看到台北地檢署呢 偵辦精華成B案 那麼台北市的前市長 柯文哲持續遭了羈押 那麼你可以看到 他的太太陳佩琪 陳佩琪PO文了 那麼他就說呢 在這個部分讓大家來看一下 他說在今年9月份 當時他舉行的記者會 說明5年之間可以用的現金 那麼現在還要來公佈 10年間這個夫妻收入總額 那麼同時呢 在這個部分 他從104年到民國112年 好 非常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啦 他在臉書上發文說 最近還有整理到這個單子 這個是幕僚寫的單子 上頭就是記錄了 在柯文哲的部分 但是市長8年 市長特支費700萬到800萬 全部呢 都是給員工當成了績效獎金 結果現在被大家說 是個漸錢眼開 收受賄賂貪污犯 好 這個就是他被叫去問話的時候 講的部分的這個內容 他來公佈給大家 好 你可以看到他說這是呢 從104年到112年 好 在這個部分 但是也遭到質疑 人公務員每年的總收入 怎麼會有一兩百萬的差距呢 好 是為什麼 那麼在106年是629萬 那在111年是909萬 好 有一點落差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了 陳佩琪現在把這個 傳承名系攤開 讓大家來看一看 陳佩琪現在當然他作為當事人 或者是當事人的配偶 他一定是很想要發言 很想要澄清 這都是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以民眾黨的立場 可能會希望他盡量減少發言 或者是希望他的發言 最好都要跟律師討論過 跟商量過 或者是跟黨的幕僚溝通之後 再做論述 可能會對民眾黨對他自己比較好 因為一定會被人找話題來做攻擊 就比如他前面要寫一篇 他認為柯文哲非常的清廉 絕對不貪財 然後就秀出了一張 他過去他們都是把特資費捐給員工 但馬上又會被民進黨來找查 那是不是你把特資費給員工 那這個員工又捐錢給民眾黨呢 或者是又捐給民眾黨的相關基金呢 這是不是另一種程度的掏空呢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他最好是減少發言 要發言呢也一定要跟律師討論 那當然不論他講什麼東西 都會被律營所質疑跟抨擊 但我認為反而是現在 他的一個情緒 但我認為是一個很正常的情緒 什麼意思 就假設 假設這個柯文哲跟陳佩奇 都是被冤枉的 那被冤枉了兩個月 然後呢也沒有找到 實際上的金流跟證據 你一定是很憤怒嘛 你一定是很悲憤 覺得民進黨亂搞太可惡了 所以你一定是想要講話 想要出來澄清 可是反觀現在的柯文哲也好 或者是民眾黨也好 我認為太消極了 太消極 如果柯文哲本人 你都抓我兩個月了 然後呢兩個月還找不到證據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民眾黨也就是開個記者會 然後發個新聞稿 痛罵一下 然後全台到處演講 就這樣 那北檢會怎麼想 那民進黨會怎麼想 我就吃定你民眾黨 就這樣 你就這樣 那我就繼續延壓對不對 我抓不到證據就繼續延壓 你頂多就只能罵我 我就壓人取共 我就壓人取共 那要怎麼樣呢 就繼續延壓 你再兩個月壓 壓四個月 壓六個月 壓八個月 後來起訴之後呢 最多可以總共壓你五年啊 我就五年都壓民眾黨就垮啦 所以我認為民眾黨應該是要有更積極 或者是更激烈的一些舉動 那當然啦就是在政治的造勢上 你說把老百姓帶出來啊 把人民帶出來衝撞 然後把人這個給安全的帶走 可能比較困難 可是呢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那好像你也沒有覺得特別的冤屈啊 好像也沒有你沒有覺得特別的嚴重啊 所以我認為像柯文哲 他可能要有一些更激烈的主張或行動 包含我們這邊看到 就是在延壓的時候呢 他走出去 他好歹要說點話吧 他就講說台灣的司法不可以這個樣子 或說我是冤枉的 那他的支持者才會有信心 所以我認為民眾黨應該要有一些 更激烈的主張跟態度 否則的話 你的支持者很可能會氣消 第二個呢 就是你會讓民進黨氣勢越來越高漲 反正我壓你 你也就只是這樣 對不對 你就偏偏君子 你就這樣躲著 對不對 就這樣而已啊 那民進黨當然就吃定你啊 所以對於他太太的一些言論 就是說作為人妻或作為當事人 他總會有一些心情想要抒發 可是呢 就應該要是要結合在整個的政治態勢上 那民眾黨有沒有想要去發起 更進一步的行動 否則的話 只會給民進黨來看衰 是 教授 我認為他應該轉手為攻 因為 比如說辦柯P那麼積極 但是辦台延的陳啟鈺 他都跑掉了 那為什麼要把他重放 你應該是轉手為攻是比較好 攻擊是最佳的防禦 那民進黨在貪腐這一方面 貪腐的那麼多 那麼兇 我們講到慶富萬 慶富萬一百五十一億新台幣 到哪裡去 人也跑了 也查無對證了 那這個要不要去辦呢 都不去辦 那這個這也是大案子 一百多億 一百五十多億 那多少錢 那台藝人被掏空一百四十多億 你一百四十多億的話 你拿一百萬給這個年輕人當創業 當創業基金的話 你一百萬 一百四十億有一萬四千個一百萬 可以幫助一萬四千個年輕人來創業 那為什麼我們他都不去把這些 把這些案底把它攤出來呢 攤出來之後轉手為攻嘛 讓民進黨也要一視同仁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來辦這些事情 沒有說那個辦了科批之後 其他不辦 我看其他的那些 那些綠電台 天天報科批 然後那個陳曲案子 就為什麼根本談都不談 報都不報 討論都不討論 這避重究輕 根本不要講避重究輕 完全都 完全都 這個完全都掩蓋掉 那怎麼會這樣子 我認為民眾黨或什麼 應該相關的要出來 把這些列為清單 要不要一視同仁來辦 因為現在已經變成焦灼狀態了 已經兩個多月 快三個月了 已經變成焦灼狀態 焦灼狀態要另闢第二戰場 才可以 你還是保持在原來的戰場 會變成一種遲滯 僵化 沒辦法突圍成功 一定要另闢第二戰場 第二戰場你就把一些 相關民進黨的這些 貪樁王法通通拿出來 通通拿出來做檢視 來說明 來這邊給人民 讓人民來公平 來共同來討論 要這樣子才可以 你要一直在那邊說 幫科幣去找一些 看看還沒有相關的 可以脫身的 我認為在這一方面 畢竟會有局促性 而且已經兩個多月了 所以這個已經很久了 這時間的話已經那麼久了 我認為你這個戰場 如果一直吃在那個地方 我認為對民眾黨對小草來看 都是不利的 對 那我們現在回來想 我想看一下這個就是NCC的 NCC這個人數 我們現在看到 因為NCC委員是七個 每次的時候你看注意看到 這些相當不管是NCC也好 也包括考試委員 大法官或者是其他的這些 相關的人事上的運用 都是政治紛章 剛才介大使講得很清楚 他們走的不是專業路線 把我們台灣帶到 你看我們台灣這幾年 整個的國力大幅篩退 都是走這個 我們講到 都變成政治仇庸 政治紛章 幫他助選的沒有專業背景 給他當大官 結果什麼都不會 變成這個樣子 像我們講軍人 軍人招募都招不到 也是一樣政治紛章 郭文貫在這邊當部長 什麼事都不做 你看軍人現在沒有戰力 士氣非常低 自殺自傷的案件好多 士氣非常低迷 你看看我們怎麼可以這個樣 我們幫我們國家 搞成這個狀況 不要坐在做政治紛章 讓這些幫他的這些 這些選 幫他做選舉的這些 這些後面這些人 把他給他吃香喝辣 倒霉的是人民 你看現在年輕人 我們現在還剩下一個多月 不到兩個月就要步入了 2025年了 現在生育率好低啊 年輕人不敢生小孩 這都是國安問題 將來我們人越來越少怎麼辦 我們有好多問題 所以這些不管NCCG也好 大把關還有這些考試委 還有其他的這些人員 我認為這是不是要走向 專業路線 我們要跟民進黨講 一定要走專業路線 不要再做政治分章 政治分章吃人民的血 核人吃人民的肉 你這個都是人民的血汗錢啊 結果做了你看 還貪中華安 勞辱那麼多的錢 我認為繼續追查慶富案 繼續追查台鹽案 還有那麼多貪亂 繼續追查的前瞻計畫 到底弄多少錢 繼續追查綠能案 不再說綠能 不做這個核能發電不做 不做就做綠能 綠能怎麼 因為綠能可以上下七瘦 勞幾百億 勞幾千億這樣子弄 你這樣的話就是搞選舉啊 對 這個對人民來說 我們想知道的真相 倒楣的是人民 倒楣的善良大眾 善良老百姓 倒楣的是年輕人 他們沒有發展啊 所以我認為在這一方面 我認為民眾黨在這一方面 要另一批戰場 把這個戰場打出來 打出個漂亮的戰場 做個籤子 這個戰略圈子 然後讓這些通通 通通變成 陽光通通照進來 大家一視同仁 法力之前人人平等 對 好 這個部分要轉手為攻了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 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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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